那现在邱一教授您提到了 违法越界在前 大陆渔情渔礼都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台湾说了呀 渔礼渔法 渔法都应该这么去做 那现在台湾就说了呀 我们要求你必须还我们的这个 归还我们的渔船以及渔民 那您如何看大陆会怎么样应对这一招呢 是不理还是会按照它的标准 还是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去进行沟通 如果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土地是有海机会跟海协会磋商 看怎么样善了这个事 两个都是中国人嘛 所以以前都是以和为贵的方式处理 我过去在担任立委之前 我就是管农渔业的 所以非常清楚 以前就是用双方以和为贵的方式 和平解决这个事情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 赖庆德不是讲吗 两岸两国不相隶属吗 你要搞财独啊搞两国论啊 不相隶属啊 他跟大陆又老死不相往来啊 最近还把大陆列为橙色警戒 叫台湾的游客别去大陆旅游 大陆好危险 大陆好坏 是个邪恶政权就这样吗 好 所以现在根本是沟通无门 这文赛担任董事长的海基会 现在完全没有功了 然后找了一对废物的董事 根本跟大陆谈不上话 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你怎么去救人 说实话如果今天台湾 希望把这一艘澎湖渔船 能够船跟人都能够回来 至少一件事要做吧 针对214 大陆渔船被恶性撞翻 要道歉吧 要惩署凶犯吧 然后邀请大陆 两位死亡渔民的家属 来共同参与 尸体的尸检吧 来了解真正死亡的原因 到底是落水溺死 还是因为救上来以后 没有及时的帮他诊治 以至于死亡 或者根本就是 被台湾的海巡的船舰 巡逻艇给撞死的 你要了解死因啊 还有我讲过6月26号 你把人家大陆渔船扣了一艘啊 你一样扣船扣人啊 你不先还给大陆 6月26号的账总要先结清吧 你才能谈 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个问题了 你总不能说 台湾扣大陆渔船就是应该的 然后大陆扣了台湾渔船 就是天大的事情 两岸你当然是要平等对待嘛 台湾不是一直谈对等吗 要对等就真的对等 你不能每次都叫大陆要让台湾 甚至以前连赵上号都爱讲 大陆大台湾小 大的要让小的 你没有这个道理嘛 两岸要谈于事纠纷 于事纠纷很多的 你总需要我讲的 合庭合理合法 而且是个对等误会的原则 以前就这个样子啊 双方有个默契嘛 因为有个默契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凋然 淘海渔船 淘海为生的渔民 就像这艘澎湾渔船 这澎湖西雨的渔船 我相信生活也不是挺好 也是辛苦人家 所以以前都是以这种 双方以和为贵的默契 来处理相关的渔市纠纷 好那现在 你把这么好的沟通的桥梁 窗口都给破坏了 谁的责任 不是你赖清德的责任吗 不是你民进党政府的责任 从蔡英文2016年到现在 把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 由顾惠顾励 搞成今天这么紧张无比的僵群 不就是你民进党搞的吗 而你赖清德上来之后还火上浇油 然后找了一个绝对外航 根本连渔业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管闭林 来管海巡署 你当然到最后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吗 大陆的海警船都是海军的舰艇 把他会议之后改装过来的 台湾都是游艇公司做的 你游艇公司做的海巡舰船 你怎么跟大陆的海警船啊 你怎么跟大陆海警船对峙啊 那是必败的局面啊 你看看在菲律宾的情况就知道了吧 在菲律宾的仁爱礁的海域 菲律宾还是派它的正规军啊 正规军的这种部队遇到大陆的海警 一败涂地 焦头烂额 灰头土脸 那以台湾仰尊处优的那些海巡单位的舰船 你怎么是大陆海警船的对手 你既不是人家对手 你又要在里面挑事 又在里面去制造很多无谓的纠纷 你不是找死吗